- 随着今年来618,双11等网络促销节的火热,除了电商平台亮眼的销售成绩和快递高峰之外,随之而来的还有经常能听到的电商平台强迫商家战队的说法。 - 热闲,人民日报开门称,互联网市场竞争中,二选一等选边战队现象愈演愈烈,不知不行。 - 另一方面,二选一利用电商平台的商业优势权战市场,侵犯了平台内经营者的自由选择权。 - 人民日报称,用更丰富的选择,更优质的服务满足社会需要,本市电商发价带来的大好事。 - 但少数电商鞋数据,订单,用户,议令市场,不然为制造市场壁雷。 - 据报道,近日,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提到, - 禁止通过协议等方式限制,排斥促销经营者,参加其他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。 - 此外,日,鞋,电子商务法草案,第三次提请审议,针对电商平台选边站队线下, - 明确规定,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、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的手段, - 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、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, - 进行不合理限制,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,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。 人民日报表示,电商平台应当在开放、平等的市场中,通过充分竞争来赢得市场份额与消费者青睐。 成熟的、领跑的电商平台,由因如此。